魔力精色 英國祭祀集 習氣相關問題系列 佛菩薩做的記號 以下為一位有緣人分享 今年中開始 我的干擾不斷 先是胯下兩邊長紅疹 令我寸步難行 佛菩薩開示為 黑氣釋出和自己的魔靈干擾 阿伯說 貪趁痴念太重 念念成形後會產生魔靈 魔靈發作時 會干擾自己和家人 要送金剛筋或六祖彈筋 將心性矯正過來 將魔靈消除 那一陣子我的身體一直不舒服 念不下筋 有時連每日基本定刻都不能達標 眼睛疲勞酸涉 不斷地想睡覺 心裡頭一直有帶多的想法 靜坐也不用心 我想要改變現狀 卻一直苦無對策 每日魂魂惡惡的過日子 明知道這樣帶多是不應該的 但還是被喜氣牽著走 日复一日的虛度光陰 後來 我到田裡工作 因業力討報的影響 右腳踩空 跌入水溝 感恩佛菩薩保佑 腳沒有斷 因有持續誦經 念佛和持咒 所以大事化小 只是行動不便 沒有大礙 當時 連續兩週都開示出有新的業力討報 因腳痛 眼睛酸色疲勞 身體不適的影響 我在修行的功課上就漸漸怠惰 懶散了好一陣子 不知過了多久 某一天 我的右手臂浮現一個不明的記號 看起來好像閃電 也像英文字母 咿 不痛不癢卻很明顯 一開始 我並不怎麼在意 後來一位師姐看到 上前來關心我的狀況 我回答師姐 沒什麼啦 有不痛不癢 沒事的 但師姐說 這個記號很特別 好像是故意化的 而且很工整 也許有其他含義 您可以考慮請試看看 佛菩薩開示 最近修行不認真的記號 以前常聽師兄姐分享 若是精進用功 佛菩薩和隆天護法都會來巡視 想不到 我近日懶散怠惰 修行提不起勁 佛菩薩也來做記號提醒我 真的很慚愧 果然 有沒有認真修行 有沒有誦經 有沒有做事 佛菩薩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絲一毫都無法隱瞞 念多少經 做多少事 佛菩薩一目了然 佛菩薩開示不認真的記號 阿伯勉勵我要加油 從那天開始 我努力克服懶散怠惰的喜氣 從事經書 努力誦經 不管遇到任何狀況 身體再不舒服 我都不欲理會 只有專注一心的誦經 堅持一段時日之後 幾號就消失不見了 感恩佛菩薩慈悲提醒 感恩蔡阿伯的勉勵 我會繼續加油 努力精進修行 隨緣度眾 利益眾生 分享完畢 佛菩薩真的都在我們身邊嗎? 這個答案絕對是肯定的 人生是苦海 眾生在這無邊無際的苦海中 浮浮沉沉 苦不堪言 佛菩薩到處聞身就苦 希望眾生回頭是岸 透過佛法 藉由修行從苦海中解脫 世靈廣際 謹世格言 人間私語 天文若雷 暗示七星 神目如電 眾生在人間的一言一行 一絲一念 上天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要以為關起門來 暗地裡做什麼事 說什麼話 都沒有人知道 就可以隨意放肆地偷偷做壞事 這樣就大錯特錯了 藥師精雲 燃珠有情 有據身神 隨其所作 若罪若福 皆據殊之 禁止授予研磨法王 耳時 筆王推問其人 算計所作 隨其罪福而處斷之 藥師精上說 每一個人身邊都是有據身神 不分日夜的記錄眾生的善行惡行 起心動念 一絲一毫都不會錯漏 一點一滴通通記錄下來 待死後到地獄接受審判 閻羅王就會依照據身神的記錄來計算 處斷 處斷 公平公正 一切善惡罪服皆是自作自受 禁空法師 眾生皆有神常隨 在左右肩膀上記錄善惡 華言經說 如人從生 有二從天 常隨世衛 一個叫同生 一個叫同名 天常見人 人不見天 如是二神 與人俱身 故名俱身神 事實真相我們不明白 活在世間 一輩子也沒想到 一直到死亡臨頭 這口氣斷了 才發現這二個人 一個叫同生 跟我同時出生 一個叫同名 跟我名字相同 天常見人 這個天就是同生 同名二位天神 跟隨我們 喜心動念 他都知道 都在記錄 我們看不到他們 他們看得到我們 喜心動念 言語造作 是善是惡 沒想到都有人記載 除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儲藏史 檔案史 這些善惡都收藏在那裡 叫阿賴耶時 第八時 這二個神所記載 跟儲存在阿賴耶時的資料 完全相同 絲毫不差 如果不是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怎麼會知道這麼個秘密 這二位天神 六道眾生 通通都有 要是經 有聚身神 隨其所作 若罪若福 皆聚殊之 書池授予 閻魔法王 閻魔法王就是中國人 常講的閻羅王 因曹地府 使殿閻王 同生同名 二個天神 二個天神 在我們左右肩膀上 把這些善惡記錄 輸送給閻羅王 家祥書曰 以欠眾生皆有二神 一名同生 二名同名 跟《要是經》所說相同 同生女在右肩上 書其作惡 同名男在左肩上 書其作善 行善行惡 這二個神通通記載 別說行 心裡動個念頭 他記錄檔案 到時候送給閻羅王 閻羅王再審判 給你應得的果報 修善得福報 作惡得災禍 夜陰果報絲毫不爽 真的不是假的 不是信就有 不信就沒有 信不信 它都是事實 它都是存在 不止這一生 深深世世所造的善惡夜陰 無量無邊 阿賴耶時是個倉庫 其大無外 很大的倉庫 無始劫來所累積的 通通收藏在這裡 星時顯現 閻羅王審判 然後送你去 酬償果報 修善福報 作惡罪報 三途地獄 人天善道 大多數人都沒辦法脫離 深入經藏的人了解 清清楚楚 起心動念 言語造作 就是我們所走的路 這個路是正道 還是邪道 還是惡道 自己總得要認識清楚 引用完畢 阿伯的話 現場開示精華節錄 種什麼因 就得什麼果 各人造業各人丹 種如是因 得如是緣 如是果 如是壽 上天會觀察 雖然過去是造業 但本是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行為 不要做壞事 上天 佛菩薩 地府 都會一直尋釋幫您打分數 修行系每天都要反省自己有沒有做錯 有沒有改善 佛菩薩都會尋釋 上天也會看您對待他人的方式 還有他人對您的感受 經要念 善事要做 家運才能順暢 有在念經 龍天護法會來尋釋 若於逆境 則並非龍天護法不保護 而是在磨練和考驗你 讓你能更上一層樓 念經不會招感惡事 認真的話 佛菩薩還會來尋釋 只有做壞事才會招感不祥 有在認真修行 提升心性 自然就能與佛菩薩感應道教 與佛菩薩相應 時常來尋釋 護佑您 若是修行不認真 鬆懈怠惰 也可能會被佛菩薩提醒或護法處罰 這是佛菩薩的用心良苦 不希望眾生繼續執迷不悟 要把握短暫又寶貴的光陰 努力精進 才不會又墮落在輪迴道上來來去去 苦不得託 佛家雨雲 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 有福報得人生 得問佛法 還能遇到蒙逆經社 正是千載難逢的珍貴機緣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努力修行 要知道 歲月不代 時不我雨 別等到光陰逝去 壽命已盡 才來後悔莫及 小編自己也有因修行不精進 懒散怠惰 無私亂講而被護法處罰的經驗 從來不落枕的我 脖子莫名其妙地痛了一個禮拜 用盡各種方法去處理 治療都沒有改善 想回眸一笑卻變成回眸飆淚 完全不能轉動 一動就呲牙咧嘴 疼痛難忍 因為實在困擾太久了 又聯想到也許是新業障討報 於是趕緊請示佛菩薩 開示 修行不用心 被護法處罰 努力精進 方可改善 我收到開示後 非常懺悔 懊悔 趕緊跪下來向佛菩薩 護法菩薩磕頭懺悔 並收起懒散怠惰的習氣 努力精進用功 說來也真神奇 在我磕頭懺悔後的第二天 脖子好了大半 可以轉動了 雖然還是卡卡的 但我相信只要繼續努力 一定很快就會好 於是我有空當就努力送經持咒 誠心懺悔 做度眾業務 再過兩天 我的脖子已經恢復如初 可以靈活轉動了 真的很感恩佛菩薩 往後 只要我的脖子又卡住 請示結果皆為 修行不用心 沒有一次例外 因此 修行一定要戒慎孔力 就要時時刻刻謹慎小心 分分秒秒堅定精進 以防止自己偏離正道 墮落沉沦 阿伯的話 現場開示精華節錄 有佛法就有辦法 問題是你有沒有早點接觸 有沒有聽佛菩薩的話 如實精進修行 以及照佛菩薩開示去處理問題 這樣問題和平靜方能有突破的一天 修行就是在考驗新良和執行力 沒有苦過 累過 磨過 哭過 修行心生不起來 當真實發自內心 真誠地懺悔之後 自己體悟了 才知道修行的正義 人生的一切磨難與歷練 都是修行的必經過程 若您遇到困難 平靜 問題 盲點等各種逆境 無論怎麼想方設法都不能解決 那就請您給自己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恭請佛菩薩為您開示相關的因果業有 有佛法就有辦法 依照佛菩薩的開示去處理問題 一定能夠圓滿解決 修行精盡努力 是我們做人的本分 在這裡也要提醒 請示資源有限 不必長個痘痘 身塊斑 發點疹子或者一點無傷大雅的小事 就來請示佛菩薩 請把資源留給最需要的眾生 讓更多受苦的眾生 有機會向佛菩薩請示 影響人生命運 危及健康安全的重大問題 這才是對眾生最大最好的幫助 人人互助互諒互信互盡 就是最圓滿的慈悲 拿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摩尼經世 經由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大事親自指典 是一門實際的修行法門 藉由實際解決眾生累結累至因果業障問題 至因果病 而將佛法落實到家庭生活中普度持行 我們不接受供養 不收錢 不推銷 不強迫修行 只求能結善緣 解決您的問題 我們專解因果事件 因果問題 治因果病 無論感情 婚姻 家庭 事業 家族 身體 戶籍 學業 等問題 均能請示 有醫生看到沒醫生 有神問到沒神者 不凡一室 因為京社異空分別住在不同縣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開辦祭祀 現場請示 台灣彰化縣西周鄉 朝陽村 陸軍陸一段271號